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格里斯曼对阵职业玩家的一场赛线比赛 对方也是用的这个MyClub的自定义的球队 但是是莫纳哥的这个队服 好 比赛开始 格里斯曼这边还是跟之前的阵型差不多 是一个4-4-2 那么四大中后卫再加上四个中场 然后呢前面是8D跟这5RK 上来还没有见上完 双方的阵营就已经被禁了一个 进球的应该是巴尔德 是对方自定义摩纳哥球队的选手 格里斯曼的水平还是非常高啊 但是相当跟职业玩家来对比的话还是一定的差距 主要是这个小细节的处理上 8D 8P 其实刚才的第一个球 对方就是利用了中午的一个渗透啊 所以虽然有四大中后卫 但是这个后防线还是有一些空缸的 因尼斯坦的传球 不错 58P下底能不能传出来 被卡梅加直接出界了 中场一个断球 8D 尼斯坦 一脚挑船 58P又被断下来了 格里斯曼这边的后卫还是图约尔啊 还有这个范迪克 还有这个库里巴利 另外一个是谁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中场是伊耶斯塔 还有鲍比罗布森 还有伊耶斯塔 8D角射门 左脚另外呢 也是比较仓促 对方的手边是卡恩 对方的阵型也是排出了 应该是四个中位的选手做后卫 现在可能带直接选手 跟这种打法比较流行 布里斯曼这边中场 还有梅德维德 约尔在后防线偏右的位置 手边是石头登 范迪克在偏左的位置 这个球有一些大意啊 对方莫德里奇来发 哇 好危险 格里斯曼还是比较偏爱库里巴利这位中后卫 是1米87的现役纳布勒斯队的中后卫 哦 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啊 是这个视频员本身中间卡了 好我们继续回来 蒂亚哥西尔瓦 把卡约柯这个是本身就是摩纳哥的权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速online版的柯纳美再次提醒他一定要帮我们做的优化在2021 要不然这个体验确实是影响非常大 哇 总裁 还是靠一个中场的空档中间的中间位置的空档 我们看一下这个格里斯曼能不能绝地反击 尼巴配着一个漂亮的断球 没有传给小白 没有同工 摩纳哥这边中场抢的很凶啊 而且这个三鸟配合 刚想表扬一下就这个队丢球了 又是一个很危险的局面 中场小背要传球 没有成功 上场快结束了 伊尼斯塔一脚漂亮传球啊 巴蒂不停球 零空左脚 这球是真漂亮的 伯里斯曼也是在一直的在说伊尼斯塔的名字 这球确实主要是功劳是在团球 当然巴蒂最后一脚也是这个决定胜负的一个进行 不能说决定胜负吧 但是在上场最后捕食的情况下 非常关键 好上场结束 最后捞回来了一个 所以下场应该还有机会 好下场开始 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 对方马图伊迪 在走路 敲回来 摩德里奇 没有人上来抢啊 下敌了 哇 这个球全靠石头根 巴蒂 姆巴佩 摸过去了 射门有点牵强 贝克汉姆的抢断 姆巴佩 好传球 哇 巴蒂又一个左脚射门 巴蒂跟姆巴佩的联系佩服非常漂亮 噢 克里斯曼做了一个机关枪的动作 这个应该是战神巴蒂当年的一个经典庆祝动作 尼斯塔 巴蒂的一脚射门 难度很大 有点急了 总裁 啊 这个球 带的有点多了 当然这个布里斯曼防守也不错 位置这个控制非常好 只能把对方往外去挤 尼斯塔 球 尼巴佩最后已经尽力了 这个球的角度太小 尽力了 脚尼斯塔 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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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保險 重新組織進攻 尼斯打了空球 雷德威都全丟了 馬圖一敵代球 這個位置 還是可以直接進球的 摩納哥這邊用C樓來罰 雙方怎麼都要調整一下 哇 鮑比羅布森剛才這個犯規造成的紅髮 尼斯曼這邊就相當的困難了 看他怎麼調整 肯定是要撤下一個前鋒 巴蒂撤回來 打單前鋒 誰來替換巴蒂呢 布教授吧 福斯克斯來打後腰 把小背往後移一點 那麼現在就是姆巴佩一個人頂在前面 現在打一個四四腰陣型 對方也是調兵請將 換了很多人 好像三拉赫要上 迪巴拉要下 然後另外摩德里奇要下 地奇要下 這次葛里斯曼沒有用他老大哥沒吸啊 還是信任自己的同胞姆巴佩 西多 一腳電梯球 差一點點啊 我們有聽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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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靠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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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在靠近了 他在靠近了 看看姆巴佩作為單箭頭 能不能頂住壓力 內馬也上了 米德韋德 對帕姆 內馬 還是找內馬 內馬被兩個人夾擊 好鏟球 白馬 對 我們失敗了 你們 我們失去 這次葛里斯曼 往後 等级已经变成了最低等 现在就是全力防守 但是他之前击把如果换成这种功能等级 后面就险效还生了 看他这次能不能克服这个压力 是三达货的投球吧 又是逃过一几 内马的挑船越位了 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吧 希望这个格里斯曼这回能取得一场平局 之前解决的几场格里斯曼都是败败 所以希望这一场他能够最少的打平吧 虽然现在缺一个人 局面也比较的 又是一个位置比较糟糕的任意球 很危险 又是C罗 全靠小尸王施特奔了 这个球打的不太聪明 应该稍微控制一下 鬼迪也没劲 阿卡约柯也没劲 内马应该是体力现在非常充沛 一脚大脚 已经过了90分钟了 坚持就是胜利 好比赛 好比赛结束 恭喜格子取得一场来之不易的平局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难 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